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台球 我们会持续推出精彩球局的干法解析 并会在视频中进行相对应的台球教学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德国大师赛的资格赛 塞尔比对着我国选手范真一 这场比赛呢,最终结果是塞尔比无比0获胜 这个结果呢,倒不出意外 毕竟塞尔比这么强大的对手 我国的小将经验的各方面都不足 这个很正常 但是在这盘比赛中呢 出现了一个差一点又突破世界纪录的事情 就是在塞尔比做了范真一的斯洛克以后呢 范真一连续解球 一共解了12干没有解到 在第13干的时候解到了 一共被罚了48分 这个记录呢 为什么说差点被打破 这是在2013年英纪赛的时候 马克金和奥布莱恩的比赛中 出现过15次的复安的历史 就是无意识救救 他们俩的这一场比赛呢 差一点点就凭了这一下世界纪录 实际上范真一的解球呢 好多次都是差一点点 擦伤而过 都是擦伤而过 这个就是力量大或者力量小一点点的问题 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无意识救求 救多少干的问题 这个在什么时候可以不摆回去了呢 就是在两个人相差的分数啊 相差的分数 大于了台面目前所剩下的最高分数 就是台面所有的分加起来的最高分数 就不会再判罚无意识救求了 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句 只要是关于台球方面的任何内容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一一的解答 另外呢 如果有想看的精彩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 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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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聊台球 也别忘记评论和点赞 你们的支持会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 做出更精彩的视频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